如果你家的密码锁总是被两个熊孩子滴滴按的不停 你会怎么办 在查询这几天的监控录像 我发现这两个孩子经常在门口蹲守着我回家 通过小孩子的游戏让我麻痹放松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录像时间7月12日 也就是今天 我左右观望 小心翼翼的解锁进门 五分钟不到 两个小孩出现在我门前 男孩熟练的按着密码锁 几乎是不假思索的输入密码 从视频里可以看到 大一点的女孩子站在凳子上透过猫眼在观察 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 男孩口袋里也鼓鼓囊囊 看到这一幕 我呼吸不自觉的急促 目不转睛的盯着录像 眼中满是后怕 保安里一个人冷不丁的开口 这两小孩是怎么知道密码的 年纪大一点的保安在一旁操作电脑放大画面 示意我们看向走廊的窗户 在上面映出一双睁大的眼睛 你开门的时候 他们就在盯着你输入密码 之前他们故意在你门口设各种陷阱 就是为了窃取你家的密码 他怎么做到的 窗外的位置有个小平台 他应该是踩在那个上面 他侧过头认真地对我解释 我瞬间鸡皮疙瘩遍布全身 这还是小孩吗 看完全部的录像 我害怕到不敢踏出监控室的门口 那两道如影随形的眼睛 似乎就在外面等着我 我不敢细想他们要是进了我家门之后 会发生什么 我叫明成 我送你回去吧 那个保安小哥说道 就在我们刚走进楼道时 突然听到轰隆一声 身后好似有重物坠落 我刚想回头看 一双手捂住我的眼睛 别看了 先回去 我虽然硬合着 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心气 还是被我鼻子捕捉到了 转而我们进入了电梯 明成按了八楼的按键 便掏出手机快速地打字 好像再点谁发着消息 我们从电梯走出后 明成的眼神停顿了几秒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我家门口画着一辆格子公交车 蓝色粉底画出大致的轮廓 旁边用红色粘泥液体 画了三个歪歪扭扭的字 桌迷藏 上面有很明显小孩的脚印 一个大 一个小 那两个小孩还在这 我瞬间心惊胆战起来 别紧张 没事 明成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他对讲机里传来了声音 三撞有人跳楼了 似乎是从八楼跳下来的 是一名女生 对讲机滋滋的声音传来 我这栋楼不就是三撞吗 那八楼 我想起刚才楼下重物坠落的声音 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正在我思索时 隔壁邻居的门突然开了 两个小孩从里面走出来 似乎没预料到我们俩在这里 笑意僵硬挂在脸上 男孩子手上拎着一个黑色的包 没等我反应过来 明成瞬间冲上去控制住了他们 在他们想从包里掏出什么之前 死死捏住了他们的手 叔叔 你干嘛 明天疼我了 小女孩眼巴巴地瞪着明成 随即又看向了我 眼角戴上眼泪 姐姐姐姐 你让叔叔放开我吧 他拽得我好疼 我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明成转头过来严肃地对我说了一句 别听他们说的 我刚刚已经报警了 我注意他们很久了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小孩子 这也是我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他俩 凑近之后才发现 小孩的脸并不似正常孩子那种光滑水嫩 脸上甚至有点沟壑 本市新闻播报 7月12日17时许 麻吉小区发生一起女性坠楼事件 新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是一起人为的入室抢劫凶杀案 凶手为一男一女两名成年注入症患者 他们凭借身体的优势骗取同情 进而实施作案 在这里提醒广大人民提高警惕 注意安全 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昨天的新闻报道 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后来的事情还是明成告诉我的 那两个假小孩因为身体的问题 找工作时处处碰壁 生活里也常被别人瞧不起 渐渐的 他们的心里发生了变化 仇视比他们健全的正常人 为了生存下去 把自己假扮成小孩子 在附近小区踩饼 打着捉迷藏 玩游戏的幌子 让人放松了警惕 便开始作案 他们在我这里没能得手 就把目标对准了我隔壁的姑娘 她出差刚回来 当小女孩提出 姐姐 我想上厕所 隔壁的姑娘心善让他们进屋子了 女生最初并没有太在意 直到发现他们偷偷翻找自己的东西 三个人才争吵起来 他们担心事情就此败露 索性将女生扔到了楼下活活摔死 当明成把这些事情说给我听时 我震惊不已 原来同情心真的也能害死人 看着她写什么事 那我没想到 我的戏 一个人 你好